我们结婚吧 想起一个 你好累啊 这脸 累的话就别看书了 这样看都对眼睛不好 嗯 我这看了多数书是漫画 放松一下吧 什么漫画啊 一个悬疑的 那我讲给你听好不好 你来 在一个用六明星图案 建造的村子里 每一个地窖里面 都藏着一具干尸 而这每一具干尸 都奇异地存在着缺陷 你 你这个房子应该 没有地下室吧 不知道啊 那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 我们现在两个人在房子里 咱隔壁好像有声音啊 那你知道 现在窗外正有一个声音闪光吗 会不会是他还会要让你看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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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灯关了吗 我没动啊 而且 灯又没有遥控器 什么 我 我觉得 我耳膜会敏感 要不等我出去你再叫吧 什么 别 别 别 不行 不行 你 你不能留我一个人在这儿 是停电了 是停电了 那你怎么知道呢 冰箱没声音 空调也没动静 是个正常人不都能判断出来吗 你说我不正常 还不是因为你胆子小 我只是想试着讲一些别的 专业的注意力 这个在你们心里学的专业叫 叫 移情 你果然做不了一个专业的心理医生 我们来治疗之前 是不会把方法说出来的好不好 现在几点了 九点十一分 你还蛮宝贝日表的嘛 那我送的那个礼物呢 怎么样 还不错 难得你有那样的耐心 终于发现我的优点了 你还有很多优点了 比如说呢 比如说 这里特别好听 你怎么 话不多说 一直在等什么 冥冥之中 耳边有个声音 一直陪着我 让我不再怕日子 无焉 我们结婚吧 想起了什么 想起了什么 你先不用回答我 再考虑于下一心 从要眼神先认出你的我 下一秒钟 你抬头对我笑着 说鸽子拗口 我 记彼了 不愉快 我知道 我刚才推下了 承托 God